例如詠春,才是個意念。 我知道,是仇。 詠春是以仇之為權,要意志堅定,心肯仇, 開裝! 這叫做意志協力,詠春的馬步是以身心力,腰馬合一,力從地起,權有身分。 全身靈活,尿馬牌,敵手行橋,雖然落馬 橋入山關,任我打 你當然是教我還是打我的? 聽著,我們詠春是有八手 尿,圈,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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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出手,當你和敵人對峙的時候 你要把握機會 敵不動,我不動,敵肉動,我死 馬步在功夫上是最重要的基礎 一定要練到攻守治癒,如果不是 就像你這樣就沒有重心了,起來 八仙台是連泳衝短橋的吹打手 即是說,當敵人攻你的時候 你不能夠後退,你會移身射力 敵打對峰,去成對方的鍾位 上來 師父 甚麼事 沒事了 我看在練武的人裡,你算是最笨的 不是我笨,是你教得我差 只是打而已 我們泳衝是以掌握 任何一個部位都可以進攻和防守 為甚麼不打我 你要記住,上場無父子,舉手不要人 上來 好痛 好痛 斷了 休息一下 師父,你的腳打來打去都是下三路 好痛 腳起那麼高做甚麼 很容易失蹤心的,沒用的 好 好了好了 做個壯壯就是死的 只有你打她,就沒有她打你 師父,你怎樣是實際的事 就是你師父我 神勁百戰,被人砍發力的經驗 就是戰績了 經驗豐富 豐富 女隱形為甚麼只能學短橋呢 因為她腎型小粒 當她遇到一個腎型比一個大的對手 大家翹守對撞,他不夠人撞的 他一定要射對方的力,射對方的馬 利用速度和密集打倒對方 師傅,那你呢? 我比女人健碩,所以不需要顧忌對手的身材 大家翹守對撞,我可以連翹打入 通常高大的人拳是重,但是速度和回手是比較慢 師傅,你又這麼快? 有幾個,像你師傅我那樣 大笨象的身材,猴子那麼靈活 如果你們兩個師傅打,會誰打贏呢? 俗語也有話,童門紀力聖身材 我必須跟他打,拖得拖死拳 容師傅,我打你的時候起腳那怎麼辦? 你儘管來吧 這就叫做反應和食衛,起來 打他在我手上,再打,再打 來,打不到了嗎? 我怎知道你會縮後 你將來跟人打擾的時候,別人站著讓你打嗎? 別人只要向後一閃,你就打不到了 原因是因為你拳頭的樂點,習慣了一定的距離 你要記住,將目標集中點 以後 師傅,你這些人是泳春嗎? 你管他是蜜春,終於打到人就功夫 我現在打到你了 我讓你打到我這麼多槌,又有什麼用? 我熬得,還有作戰能力 你應對供人家最軟弱的地方 就是眼、喉嚨和下陰 如果被人擋到,怎麼辦? 擋到? 過來 伸手出來 對 同不同嗎? 伸手出來 只要你打中對方,令他受傷 你就永遠追著他上口來打 你說吧,他熬得你很久了 他來的就叫他打弱點 來 先說明,不准打我這隻手 來吧 來吧